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大家看一場 瑪亞對上斯拉夫的對決 那為什麼要看這一場呢 這一場是因為有一個選手 MBL 也是世界賽的高手之一 算是世界前20大強應該有了 甚至是30大強都有可能 我也沒有GP查過 但我知道他的實力是相當不錯的 可以跟MIPER他們偶爾會遇到那種類型的玩家了 非常厲害的一個 古董級玩家 再來 對手是一位 BARLES 不好意思因為我本身是日文系的 所以念這種英文的拼音的話 你們可能會氣到吐血 所以我盡量不要念他的拼音吧 如果要以日文念法來說的話 就是 Balance 平衡 但是我的發音非常悲劇 大家聽聽就好了 好 紅色Balance這位選手 是瑪雅 瑪雅這邊 前面是算是優勢的 因為瑪雅前面經濟優勢會比斯拉夫好 因為瑪雅一開始就多一隻村民 然後資源持續又多15% 非常的強勢的前期文明 但他後期也是蠻不錯的 那再來看一下斯拉夫這邊 他前期的話基本上沒有任何的特殊加成 他的農夫跟前速度加10% 這也是中後期才會顯現出來的一個能力 所以他前期沒有太大的優勢 基本上說完全沒有前面的經濟加成 他只有到城堡時代會對賠牆 因為城堡時代的話工程系製造便宜 沖車、奴炮、頭子車、遠投 全部都很便宜 再來他的特殊科技 用木材取代是他的城堡和劍塔的石料費用 那這個科技其實也不算是相當強勢的 雖然減4%真的蠻多的 但是這個科技要到中後期才會顯現出來 所以基本上前期的對戰 瑪雅是相當優勢的 而且瑪雅的小工呢 在封建時代也是有減少 費用減少 封建時代就平時他囉 所以就代表說前期完全就是瑪雅的優勢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瑪雅的地圖 瑪雅地圖相...算是還不錯 他的圍也算是蠻好圍的 差不多這樣子 圍起來 然後靠TC防守一下 這邊圍下來 喔 就圍好了 木材消耗不大 我覺得他應該是會圍啦 好 那看一下我們的 斯拉夫的位子 哇 斯拉夫這邊就相對難受了一點 如果要圍的話就是這邊圍起來 這裡圍一下 這裡再圍一下 然後這裡圍 這裡圍到TC 然後這裡再圍一下 這裡有洞要補一下就好了 整體來說 MBL這邊是前期相對非常劣勢的 地圖不好 前期沒優勢 這邊就看一下MBL 這邊會做什麼樣的防禦反擊 這邊拉得出 兩頭大象都吃滿了 看一下 那他的寶兵的話是貴族鐵騎 貴族鐵騎就是近戰防禦非常高的一個騎兵 可以把他強勢條盾武士的騎馬板就可以了 那對上瑪雅這個文明 貴族鐵騎好像也沒有特別有優勢的感覺 雖然怪族鐵騎遠方也是滿高的啦 但對上瑪雅來說的話 出個大戳戳其實還是能守得住的 雖然也是不好打 可能唯一可以counter的就是他的 英勇士而已喔 那英勇士他是加40滴血 如果貴旗跟英勇士大家是覺得就會獲勝 英勇士要來看一下這邊會不會打到大後期吧 如果斯拉夫可以撐到大後期的話 我覺得MBL是有優勢 來看一下 瑪雅這邊好像要出棒棒囉 好像不對 喔沒有 瑪雅這邊應該是打一個穩健型的打法 還沒有點 應該是要打小弓喔 但還沒有挖金 那也不是打小弓嗎 21吋22吋 點了封劍時代還是沒有挖金 要來挖了嗎 有挖金 有挖金的話那就是22匹小弓了 那馬拉雅打小弓封劍是很讚的 封劍便宜10%小弓 那目前還看不出來斯拉夫這邊是要打什麼戰術 哇他這個圍很貪心的 把大金也圍住了 但好像他也只能戰武欸 如果他要打小弓的話 就只能把金圍住 然後打強C一點 這邊還是選擇出了一些棒棒 那斯拉夫這邊下了個軍營 應該沒意外的話就是會直接出射電場 戰錨做防守 前面打的比較相對被動一點 然後這邊路只趕了一隻而已 確立直路 然後這邊棒棒下了三隻 加英勇士就出門了 來看一下這邊 喔 來得及嗎 好像來得不及已經看到英勇士了 但是這邊來得及嗎 哇在蓋 哇很快這個守住 但從這個 這個鹹少這個鹹少 哇快看到了 哇賽 這就是世界級選手的反應速度嗎 都知道哪裡只蓋了一下 又敢去補 哇賽不得了 然後果然下了射箭塔 做反擊 這邊由於斯拉夫沒有挖金的狀況 他不能出小弓 只能出戰毛 就像剛剛說的一樣只能作戰喔 一個被動盤手 好這邊 瑪雅果然打了一個前期快攻 先來看一下斯拉夫這點經濟 MBL經濟相當的 也不專產啦 就稍微有點 只吃肉跟木頭 黃金沒有挖 開始下田了 這邊應該是打不太進來 有在修應該是還行 好那這邊 跟我說的一樣 他是這樣子圍的沒錯 該圍的圍一圍了 那這場比賽我也是沒看過的 最近的比賽我都是先掛著 不會去看 這場比賽會發生什麼事情 只要是高手的話我不會這樣子 避免 劇透太多 有時候會講太多後期的東西 所以呢 這算是一個臨場直播的概念 好這邊有兩隻戰毛 已經生產出來了 好戰毛出來防守 那這邊兵工場 可能要找個死機下會比較好 因為戰毛沒有生意弓的話 還是比較難打 這邊的一個組合 小弓步兵 但瑪雅這邊好像沒有把黑棒棒升級成 裝甲步兵的AIS 這邊刺頭在探敵人家裡的經濟維帕 去這邊探查的意義是 要看一下對手的意圖 是否要打大封建 還是他只是要出兵 好一些小弓做騷擾 然後上職程 因為有時候 很多新手犯的錯就是 看到對面一直出兵 然後就以為人家要打大封建 結果出了太多的戰毛 導致自己 上不了城堡時代 那就會有一個時代差出現 然後就很難打 然後TC也比較晚開 說明書又落後人家 所以這邊我覺得MBL 這邊實際探得還算不錯 就知道 一槍他只有下一個射箭塔 一個軍營 然後就沒再出了 那這邊 MBL 就只要出幾隻戰 單射箭場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 應該也是要先升個一攻 不然會有點難受 這邊會不會按下一攻呢 還是直接不按呢 直接直成 還是按下一攻了 按下一攻之後 戰毛相對防守也是比較簡單一點 原射程多 一射程還是蠻給力的 這些棒棒也會比較痛一點 這邊老鷹多按了一 多按了三隻出來 他這邊 這邊瑪雅肯定是想要騙 MBL 這邊以為他是要打 封箭快攻 所以就出了 很多刺猴 反正也是怕對手的戰毛 太多解不了 這邊又下了一個軍營 這邊雙軍營 是要出民兵防守了 這邊MBL 覺得對手是要打一個 大封箭的關係 重機 這邊可能要下中甲步兵喔 沒錯 升級重甲步兵 但我覺得 這好像重機了 MBL喔 不太妙 我覺得重機了 瑪雅可能要上城堡了 他這邊卻點下三隻棒棒 就代表他沒有想要 樹上城堡了 完蛋了 這個 人家小公沒有再出了 他小公只出兩隻而已 然後這邊開始做防守圍了 怎麼看 連塔都下好了 哇 這樣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點太多冰 導致很難上 瑪雅這邊都已經頂下了城堡 哇沒辦法 畢竟斯拉夫前行真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太難受了 經濟資源差到有點大喔 那這些戰毛也就不太要事情 可能在這邊丟個果樹 但果樹也要吃完了 所以這邊戰毛 可能沒辦法打到任何的東西 下面這邊 騷擾應該是還可以喔 但是這裡有裝甲步兵 可以嘗試拆一下這個木槍 因為木槍也是蠻薄的 這邊已經圍好了 這個老鷹殺掉了不知道什麼生物喔 應該是步兵之類的 或是戰毛 這邊已經城堡時代了 那看一下瑪雅這邊城堡時代會怎麼防守 喔裝甲步兵按的有點多啊 這裡有幾隻啊我看一下 喔裝甲步兵按了四隻啊 好像是五隻欸 四隻而已四隻 這邊的老鷹全部揮手 老鷹上了城堡時代之後就會變身了 就會變7加1攻擊 哇這些應該是可以詮釋的 老鷹的數量夠多 但是裝甲步兵打老鷹是有加成的喔 這邊不先把裝甲步兵解決掉 可能會很難受 對先打裝甲步兵 聖戰毛的話 老鷹就可以全吃了 沒錯 裝甲步兵全死 這邊就只能反軌了 對手真的是相當的了解 要怎麼打斯拉夫 但IMBL這邊也直接上了城堡時代了 喔填真的傻了很多 這就可以顯現出斯拉夫這個文明的優勢了 填越多斯拉夫就越強 我沒想到他點這麼多裝甲步兵就還可以上城堡 上的速度還蠻快的 這就是斯拉夫的重鐵能力 歐逼歐逼 喔這邊把 自己關起來了 村民目前是43比4隻 那應該是點城堡的關係 所以MBL這邊 村民數會多一點 喔這邊 裝甲步兵很給力啊 雖然只有6攻 這邊林勇是8攻 但是因為由於裝甲步兵打倒是有傷害加成的 哇好舒服啊 可惜就是裝甲步兵就是 跟不上而已 我這邊MAYA下一個修道院 可能是要來搶遺跡嗎 但我覺得這邊應該是MAYA MAYA針頭的一個打法 用戰毛也多嘛 那針綠也來的話應該還是可以 但是就變成說 因為裝甲步兵很多 不是騎兵的關係 數量很多就很難 去一隻一隻把他招響掉 不像騎士一樣 招一隻爽一隻 相對來說 裝甲步兵會比較 康可 對面的 針綠 這邊是一個針頭戰術 沒錯了 這邊戰毛生了 裝甲步兵也生了 生了長劍兵 直接跑速也生了 非常快 步兵的跑速生了 這邊英勇是在做多線燒了 棒棒也在想要打出一個破口 這邊有看到他的修道院了嗎 有看到了 修道院看到就直接拆過去就對了 這個硬拆很快的喔 步兵拆 建築是超快的 我看到頭子車賺爛了 哇 就賺到了 哇直接翁了 翁起來了 好死一隻可以嗎 可以 哇兩刀一隻 好痛 一 二 三 三刀啦 哇三刀還是蠻快的 把頭子車直接擺給 這個戰毛可能要跑一下 哇 躲喔 跑到險只死兩隻 還行這邊 這邊就不用再按戰毛 這邊直接全按裝甲步兵 長劍兵出來 硬拷就贏了 哇 斯拉夫 步兵 好強勢啊 這邊防守也防得很好 有幾隻長劍兵來防守 哇 我們居然可以看到 步兵為主的一個打法耶 其實在世紀國裡面 步兵通常不是一個主力部隊 但沒想到MBL硬生生的 從封建時代到城堡時代 把步兵 完全完成一個主力的打法 非常少見的 前面這邊前置應該是沒用了 枕頭戰術失敗了 這邊瑪雅最好是轉出一些 弓箭手會比較好 或是投石車大量 但我覺得他還是要轉出弓箭手 跟他硬打比較好 但這邊瑪雅好像沒有要轉的意思 他已經先農出來了 那這邊瑪雅可能會很難受 這邊常見兵處理不了 會非常尷尬 這邊老英也停止出了 老英也被解得差不多 這邊下一個城堡防守 那應該就是 單純指數投石車防守嗎 這樣風險會有點大呢 這邊分數MBL已經反超了 村民數MBL相當落後 落後了14隻的村民 因為他把 愛了太多常見兵做防守的關係 導致他的TC很難開出來 但沒有關係 因為這邊他有相對的優勢 軍力優勢的關係 他可以在前面做一個 比較好的騷擾 可以直破牆也沒問題 常見兵拆防守很快 就來看一下 對方經濟的位置 3TC穩定開農 我們前雙TC 那要趕快再開出 第二個TC 但是沒有石頭 可能可以用買的 喔!這邊居然 好像 有洞嗎 他怎麼進來的 哇!很尷尬 好!那這邊來到了 4TC瑪雅 哇!真的是濃爆 這個騷擾 感覺騷擾不到太多東西的感覺 好!那直接出了雨色的時候 好!這邊趕快最後面把雨雞球撿回來 每個地方雨雞都有重兵防守 這就是世界級選手的 地圖控制的 意識喔 直接擺給五隻 哇!這個 很痛 哇! 哇! 這個是我就形態就瘋了 哇! 這裡硬砍頭死車 能不能砍掉一台呢 好像可以 哇!這個跑速很快 nice! 再來!喔!躲掉 再來! 一刀!哇!沒砍到 尷尬!哇!靠!好痛! 這個是高端級的頭死車的差距啊 哇!砍不掉 那一機控管來說 還像還不錯的樣子 這邊村民殺了好幾隻 3、4隻好像有 那村民有點持平 稍微拉近了一點 那村民 斯拉普這邊也開了3TT出來 好!步兵也繼續按 那差距只來到9隻了 因為有殺到點村民 擾亂一下對方的經濟 這邊控兵操作量大了點 這邊下了第二座城堡 那看來是要與射手一直線了 剛剛對手出了與射手之後 開始升遠防了 哇!這邊已經來得及拿走嗎? 這個城堡來得及蓋好嗎? 可能來不及 走了 哇!很快 已經拿得及了啦 好像蠻多個了 2個了 第3個 4、5 對 瑪雅一個遺跡都沒班 剛剛修刀衣被拆掉之後就沒在補 這邊與射手的話 可能趕快出戰矛 然後點下彈道血 還沒錯 換幾點了 這樣子的話 接下來步兵就不用按了 只要出戰矛 就可以暫時守得住 瑪雅的攻勢了 哇!上城堡時代來 瑪雅開始出現稍穩的劣勢了 因為這邊鐵鋪得夠快 帝王就會上很快喔 而且村民處已經只差距到4隻了 這邊MBL也是4TC開農 這個經濟差距慢慢堵了回來 看一下對手 喔!實測不知道為什麼在撲牆壁阿 這個排成是不是出了問題 可能在巡邏 可能在巡邏 但巡邏不知道什麼 開這裡不動阿 他就一直這樣滾滾滾滾滾滾滾 好!看一下下面這裡 下面這邊 英勇士一樣在巡邏 那他有要去拿剩下的遺跡嗎 看一下視野的部分 目前只看到右邊好一顆遺跡 整理沒有要動作的意思 喔!有了 這邊要開出第五個TC 這邊老鷹抓到出來的村民 很尷尬 這裡只有戰馬應該也是打得移 因為戰馬有升二攻了 所以還是會痛喔 有傷害 這村民硬打 OK 那上面瑪雅射手 過來做一個 欸他怎麼先射路 他跟這個斑馬是有什麼仇嗎 這應該是不是要先點到的 不然應該不會去射斑馬 是不是會直接先射羽射手 那這邊步兵在高地巡邏 哇!這邊真理被抓到 太虧了 喔!羽射手跟 步兵遇到了 那這邊有沒有遇到 哇!沒有看到直接被塗了 哇!好傷 這你才十兩隻而已 還行 但蠻賺的喔 這就是巡邏的中高星 哇!這是一個寶吹戰術嗎 喔!這邊MBL已經按下帝王 哇!速度超快的 看一下 兩邊都已經按下帝王了 時間是差不多的 好!這邊下了一個城堡 先把這個高地站起來 先把左邊防守好 右邊這裡 下了一個塔 稍微防守 那這個遺跡還會在撿嗎 看起來還是不會再按了 這邊敵人 按了很多羽射手 戰毛可能要再多按點 但這邊被壓 射箭場的關係 很難受啊 而且這又是個高地寶 高地寶又有額外加成傷害 這個拆的蠻快的喔 哇!這邊又再壓個臉上 無情寶推 瑪雅一直線 這邊再不趕快下一個寶 可能會有點危險 而且這邊城堡只有一台的關係 時候趕快挖了 這不趕快挖石頭 城堡數量變少 遠投數量就會輸 這邊研發了重型投石車 看來是要打一個工程器 直接投爛對面的羽射手 羽毛劍射手 他的全民是這樣子 這個老鷹繼續躲著 很baby的啊 這邊看到了 這裡有個城堡 遠投出來了 這邊遠投 因為很多城堡的關係 直接按出了兩台 那這個遠投 我去先躲哪裡呢 這邊也兩台出來了 第二座城堡也出了 那就要看這邊 能不能 蓋好呢 沒辦法 因為 有點麻煩 戰矛都沒有在那邊 戰矛都在右邊防守 但左邊 羽射手利用他的集中器 繞到左邊來 但這邊步兵可能會受光喔 可再不趕快拉 多一點人來 然後用步兵去防守 可能會蓋不起來 這邊要低調了嗎 88%了 但我覺得蓋起來好像也要掉了 好像沒什麼太大意 所以應該是會低調了吧 來來來來 頭死者 砸 哇奪掉 哇這個反應速度好快 只砸到一直 這個遠投 可能要先開始砸對面的 頭死機比較好喔 可是沒有要頭的意思 這邊頭死者出來 這邊修得回來嗎 看一下 好像有點困難 城堡 不要被四台遠投開砸了 目前照兩台頭死車 開始做反手 能來得及砸掉嗎 一台兩台 OK 攻擊攻擊 哇這個遠投想要砸頭死車 但是砸不到一次兩台 下去 完美 完美守住這個寶 這隻MBL10 但上面這邊 戰錨 開始 看到馬雅射手過來 好像數量不夠多 這個戰錨 可能只能換幾隻 哇來了 這就是史拉夫的 科技阿 重型頭死車 哇很尷尬很尷尬 常見不要出來嗎 不用 直接死光 砸爛 哇 射程比七型頭死車多一點 好舒服 這個被遠投拆掉了 TC沒了 這有稍微的劍塔在反擊 但是 意義不大 下次目前雙線 進攻 但城堡掉了一個 我覺得馬雅現在開始 提醒出他的烈士出來了 馬雅這邊可能要趕快轉成勇士出來 去騷擾 集中性好一點 現在只靠羽射手 可能沒辦法過得那麼舒服了 這戰錨一樣持續要按 頭死車有點多啊 九台 因為這個頭死車你不靠英勇士來撿的話 這工程全部撿不掉 當然英勇士又怕對面的雙手劍兵 然後這邊用戰錨 基本上就守得住了 村民術其實沒有落後太多 感覺村民被殺了很多 但其實也還好 右邊持續在攻擊 這個是一個換家的概念嗎 這裡有相當大量的遠投 這邊村民會上去尻啊 是我就上去尻了 沒錯 上去尻 直接尻巨頭 你不是要去尻嗎 你 你們 回家了 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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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來不及了 英勇士來了 跟我說的一樣 這邊只要出英勇士 右邊就舒服了 但是這邊很不舒服啊 這邊軍力相當的強 看來是一個換家沒錯了 投死車出來投 可以再投一下嗎 OK 投掉兩台 這裡趕快投第三台吧 這個趕快來投還有機會 但是已經太紅了 好像要掉了 沒機會 正面的部隊把城堡器拆得蠻多的了 老鷹在家裡肆虐啊 全這個洞裡面 開始 做一個騷擾農田動作 這邊可能要趕快撲一堆田出來 這裡換家換得相當不錯 這邊右邊村民基本是死透了 然後正面部隊 還是斯拉夫的大優勢 城堡也掉差不多了 剩沒幾座了 那這邊 瑪雅射手可能沒辦法再繼續出了 他有點金瑞嗎 沒有點金瑞 那還好 不算很虧 右邊全部被塗乾淨了 這邊可能要再守一下比較好 這邊還有黃金跟石頭可以挖 這邊支援的戰略位置相當重要 沒有 我覺得瑪雅好像沒了 他這個太難解了 黃金又被封 黃金只剩這一塊 黃金也沒多少在挖 出垃圾兵也打不贏 哇 好強勢啊 斯拉夫 沒有點化學 有點化學就變火焰球 射手再偷偷騷擾 那目前兩邊有點忙不太過來的感覺 下面銀記有辦了一個種 那MBL這邊只要一直用遠投慢慢拆除 正面守好就沒問題了 哇 這個被貼到 尷尬 哇 抓到一個空檔 會被拆很多台 三台四台 哇 被拆了三台 剛好這邊沒有 雙手劍名在防守 哇 這邊老鷹 直上 能不能砸死 大量的英勇士 那很困難 頭石頭被解得差不多了 哇 頭石頭被解光 遠投剩下兩台 但是家裡還是在著火啊 哇 家裡居然被 被毒掉了TC 兩邊都過得非常不舒服 重點是 瑪雅這邊稍微反打回來了 一下 村民術差距差了有點多喔 差了快30隻啊 連老鷹利用集中器 繼續錄燒了 那果然這邊下來了一個城堡 做防守 因為一定要把這塊石頭跟黃金守住 哇 這邊綻毛送光 直接被老鷹捅光 老鷹這邊是 4 3防 一攻而已 還沒有把攻擊點滿 而且他也不是 最強型態 他還沒有點那個 黃金國科技 可以加英勇士40滴血的傷害 40滴血的血量 可惡可惡 好 這邊 這邊 有看到了嗎 有了 這邊一個小型的騷擾部隊 哇 這個要趕快收村了 不然要死光了 這邊城堡 防守一下這塊金 哇 這邊居然有鏡油砍人進去啊 哇 村民在跟 雙手劍皮互鬥 怎麼走進去的啊 那MBL這邊 黃金石頭 攻擊役都開始慢慢升進來了 這邊又再來 投石車遠投 開始在拆最後一座城堡了 這個城堡拆掉的話 黃金國也研發好 這邊瑪雅會很難受啊 黃金國還沒有點 他的老鷹永遠就會擋這樣子囉 因為他沒有任何石頭了 他的石頭也被空了 石頭還在這裡 完蛋 黃金國沒按出來 這邊一個 烙兵 包夾 能不能拆掉投石車呢 哇 雙手劍皮很多 但是他也是被貼到了 很可惜 還有一台 哇 這拆三台也拆不多了 這個投石車能不能投 再投一下 哇 投一隻 很尷尬 真的尷尬 但是城堡掉了 完蛋 那瑪雅這個完全體 的 老鷹 應該是沒了 這邊 窮到只能出戰牢 但是黃金其實蠻多的 但這邊老鷹其實也是殺了很多 村民的 哇 這個門這樣堵住的關係 導致他這邊只能 從這個門進去 完蛋 家裡又被燒了一波 哇 好亂 到處途 喔 這裡這種變成劍勇了 OK 那只剩下三攻囉 那就來看一下瑪雅怎麼防守 瑪雅這邊又來換加戰術 想要努力的跟對手換 看這個換有點 有點難換的感覺 因為正面的部隊 完全擋不住劍勇的入侵 還有貴族鐵騎 哇貴鐵也出來了 太猛了 MBL 太強了 雖然對手我也覺得蠻厲害的 到處換加燒喔 對手 對手喊出了GG 哇 這場是有MBL的一個 櫃鐵 加上 封城器跟劍勇的一個獲勝 那頭實測真的太猛了 來看一下數據總結 數據是 經濟上來說 肉應該是超多的 沒錯 兩萬七千的食物 我真的是踩了很多 斯拉富的加持真的是厲害 這個遺跡產出真的也是 也是慘了很多 前期撿遺跡真的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每天都會更新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